那这个就是你若办 电脑、网络你知道 别人找不到的你找得到 以前我去乱当的那些卡片 在那里提供到 现在不是了 这个很好 就是说大家都不懂 知识进步的太快了 那就看你有没有办法 人家找不到你找不到 你就变成这方面转型 这个叫资讯力 这个不是know how 这个是know会 你知道在哪找到这个东西 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一般这样瞪眼 对不对 你不要一把他吹吹过 让你吹吹就不 好 这个是资讯力 再来就是关系力 关系力的重点就是 他的人际关系很好 所以有事情交在他手里就很好办 有时候一个医院 最大的是医院长 可是影响力最大的是欧巴桑 因为院长几年换了一个 这个欧巴桑已经几十年在那里 他对任何关系包括病人 包括什么他都很熟悉 所以你要知道哪个医院开的最好 不要问医生 问欧巴桑最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关系人好 牧师除了被尊敬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牧师对所有的 会友的家里都很清楚 他就管他 所以你一有问题找牧师 牧师会告诉你 牧师会告诉你 这你找什么 这个就是关系力 关系力是人际关系 带来的一个power 这个也是很有力量 最后一个就是属灵力 属灵力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如果基督徒会想说 你跟神的关系好 有问题不知道 怎么跟神祷告等等 神帮帮你 所以这八个力量里面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 除了是spiritual 再来就是revenant 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力量 你的名为大 我把它解释成revenant power 他因为被尊重 他影响的人就多了 影响的人就多了 那因为他的好榜样 尊重影响的人 所以地上的万主因他得福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国为大 你的名为大 这个大 是因为你让别人得到神的祝福 因为亚伯拉罕信神 他都得到神的祝福 别人许他的样子 也信神 也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 亚伯拉罕的祝福 是成为祝福的祝福 让别人得到神的祝福的祝福 所以那个祝福不是自私的 我们在那里说 我怎么样神的祝福 那个我是祝福在我身上 亚伯拉罕的祝福 是祝福在别人的身上 我把它称为亚伯拉罕 是祝福的管道 只有水供 由祝福来水唱 把水给到你的家 那条水供 是所有的水都经过他那里 所以他享受到所有的水 可是他没有把水都放在他那里 那就不是水供 就是这样 水汤 有 到最后享受到水的不是水管 是下面开水管 下面那个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让这个channel of blessing 祝福的管道 基督徒 效果要不然的榜样 目的 就是要成为好的榜样 然后影响很多人 经过你 让很多人得到神的祝福 那就是你的祝福 所以 得到祝福 就是成为祝福 这个是我的解释 亚伯拉罕的祝福 就是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 他没有能力让人家祝福 他有能力让别人得到神的祝福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得到神的祝福 你可以说 传如于你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 对不对 因为我的信仰 让周围的人受影响 他也跟你来信耶稣 他都得到什么祝福 我没有能力让他什么祝福 但是 因为我活出一个信仙的榜样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 成为祝福就是祝福 那这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mode of inference 那这个就要解释 第三个问题 因 你都有这个因 这一个字 这个希伯来文 这个界系词 那个因 是管道 所以呢 影响力的 范围 来源 再来是管道 他 因为要不要人的什么 得到祝福 这个祝福的管道呢 这是 Mediato 或是Modo 这是两个 因为我 你这个最后的祝福 所以如果没有我 你就没有这个最后的祝福 这样就是 我就是那个管道 我用那个祝福的管道 小弟叫我掏过我 告诉你 比如说 蓝医师 上帝让他 什么英国皇家院士 做一生 他当然不是很富有 可是他知道他有钱 那我很求 那蓝医师 他甘心 把他领的 一点的钱 拿来给我 所以他是 我得到上帝 祝福的一个管道 是你的小弟 给那些祝福我吗 这个叫Mediato 一个媒介 一个媒介 这个钱到他来 他就给需要 那成为这个媒介 另外一个是 蓝医师这样的 把钱给穷小孩 让我将来 也想要把钱给穷小孩 那个就不是媒介 那个叫魔幻 我学他的样子 我因为他得到神的祝福 那是一个媒介 我学他的样子 是别人得到神的祝福 不是我得到祝福 我也成为 亚伯拉罕 或是成为 蓝医师这样 那这个就变成是model 所以我觉得这个因 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mediator 一个是model 因为亚伯拉罕 所以有耶稣 因为耶稣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这是一个媒介 但是亚伯拉罕信神 那这个是他的魔幻 这样懂吗 所以亚伯拉罕给我们 得到神的祝福 有两个管道 一个是媒介 一个是魔幻 一个是mediator 一个是model 这两个都让我们 得到神的祝福 好 差不多要解释了 这个就是日本花园 很喜欢玩的游戏 就是水缸 可是这样的水缸不好 因为无声 罪是血 每一个碗都装水 但是日本人很聪明 就把那个碗里打一个洞 就是 他就会往下涌 这个祝福的容器 我们的生命不见了 生命有开出来吗 对 这样才对 对 这个我们的童工 很爱惜生命把它都关掉 那你讲的意思吗 当每一个碗 都从天受到水的时候 三碗水 就是三碗水 所以当每一个碗 从天受到水 后可以把这个水 留给下一个碗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不只三碗水 是看到一个水有最强 什么瀑布 那这样的话 这个水就变得很火 那我要给你们看的就是 中间这一个碗 中间这个碗 他自己没有水 他的水是从上面那个碗给他的 可是给他 他没有把水都关在自己的肚子 他就把水给下面的碗 所以他才有机会继续受上面的碗 不然的话 他满了就装不下 对不对 因为他一直的给 所以他一直有空间 可以接受新的水 这个就是所谓祝福的管道的观念 你要神去祝福你吗 你就把神给你的祝福 给别人 你知道吗 他有空间 再来接受新的祝福 这是一个想法 所以呢 第一个碗是祝福的源头 第二个碗领受第一个碗的祝福 然后他没有出师的把它放在那边 他就把这个祝福分享给第三个碗 所以这个是他分享的 那就变成祝福的下游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中间这个碗 那个上游 可能是神直接给你 可能是神接着别人给你 比如说蓝医师就是我的上游 那我也希望我有机会 你可以找到一些需要的人 我帮助他 那就变成我的下游 这是我很想做的 就是有机会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变成中间那个碗 一个祝福的管道 我同时领受祝福 我同时分享祝福 那我不断的领受祝福 我不断的分享祝福 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那这样我的生命就滑掉 那我会影响下游戏 这个我发现 他的水不是 那是我给他的 他也可以再往下 给下一个水 那这样这个爱心就会扩 会扩散 而且会传代 知道吗 我稍微分享一下 我这个想法的影响 我说那个朋友 有请我过年去讲的 他就有些次决定说 他的公司要把 要开董事会 就是要跟董事报告说 每年的英语 要拿出多少百公比 做这种 帮助穷小孩的 这个事情 这是十年前 他开始做 那他们必须要先跟政府 申请成立 裁判网人 要要五百万 在哪里 那从哪都开始做 到现在十年 你知道我们帮助的小孩 从初一开始 现在已经有医学 毕业大抵生了 那我们高兴的是 他不是给他钱而已 他拍一个社会 去了解 真正穷的才给钱 不是 全身警示的都给 所以这个是 很小心的 用他的善款 那第二个是 这些小孩拿了钱 他还暑假 平常才吃饭 然后鼓励他们 暑假的时候去帮助 那些错生 那些赌不了输的小孩子 他这个基金会 就还这样 然后要那个 已经毕业了 当律师了 当律师 回来鼓励 还在中学 还在领奖学金 还在那个痛苦当中 增长的小孩 而且我们想 鼓励之后 将来你真的赚钱 你应该也回馈 给社会 那个目的就是 要让那些领受祝福的 也成为祝福 那有些还是开始这样做 我是非常的高兴 这个就是 你变成一个model 知道吗 不只是一个mediator 不只是一个媒介 还是一个魔幻 那你影响 就不只是领受 你的奖学金的人 因为那些人将来可能 是成为设立奖学金的 知道吗 或是他会把他的钱 他整个放到这个奖学金 因为有一个朋友 我认识的朋友 后来就说 你那个 就是要侵害 要要优秀 他说 我觉得 我要放入侵害就好 但是 每一次申请 都要五百万 他说这样就好 那你既然做得很好 我相信你不会管理 所以他就跟他讲说 我指定要给 很远 乡下 侵害 不必优秀 而且他要学护士 那这两集也很存在 他指定 很存的小孩 只要念护理系 因为他觉得相来 台湾最确的就是 乌尸小姐 成绩我不管 只要及格就好 我不要求都好 他就每一年 就上台湾 那这个基金会 就开始去找 清男不优秀 但是念护理系的人 诶 诶 诶 他就不少了 那我就想到说 这一个人 他这样做 就感动 另外一个有钱人 他也想做 他想说 我相信 我就把这个钱给你 其实有那个包费 就是要把他的钱 给比较盖子 也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 这个成果有祝福 有一个祝福是 你给领受祝福的人 训练 另外是给别人 也学你的样子 你懂吗 那个没有领受你 他还是很有钱 可是他因为 受你的领奖 他说 我也不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影响是可以多方面的 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 这个就是 从祝福的元首 祝福的元首是神 那我们领受神的祝福 然后我们愿意把神给我们祝福 我们不是全部给我们 我们还是有领受 但是我们有分出去 我们不是全部留着 那这样就好了 那别人领受到你的恩典 谢谢你也谢谢神 而且他也学你的样子 也把水带往下的话 那就对了 那就很棒 好 所以我说 我们要from receiver to a channel 从一个领受者 变成一个分享者 那分享者 他继续要继续领受 他自己没有水 水是从源头来 对不对 所以他一生还是靠神的恩典 可是他恩典不会 一定要抵抗你的心 他也会分享出去 to be blessed to be a blessing 我喜欢这一句 被祝福成祝福 雅伯拉罕的祝福 就是成为祝福的祝福 这个就是最大的祝福 上主呼召 他是祝福的元首 雅伯拉罕顺武呼召 他就成为他人的祝福 所以雅伯拉罕 因为上主呼召 他活着门都没有 他顺服 所以他成为非人的祝福 所以呼召跟顺服 是一个成为祝福的 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 圣经这三节 我花了好几次跟你们 啰嗦啰嗦 就是要讲这个观念而已 就是 这是一个祝福 这个祝福是神呼召 你顺服 这当然有一些挑战 他要离开本地本土不加 他要被批评 他要怎么样 他有一些困难 所以要成为祝福 也是有一些挑战 这一句说 使你们教人得武 这是撒加利亚 好 要领受祝福 成为祝福必须要 接受三个挑战 我们做最后的整理 这三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 要离开安德国 这是离开本地本土富家 这个是知识体系最好的 你愿意离开吗 愿意放弃这个 到一个人生逼不守 到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你敢吗 再来就是创新探索 就是说神说 道罗指示你的地方 可是神没有告诉他在哪里 所以变成是摸索 他们前途不知的 你愿意吗 所以你愿意离开安德国 愿意尝试新的 难道愿意有立场 可能因为有立场 你就会被批判 所以耶稣说 有咒诅你的 有祝福你的 所以 在台湾 为了这个同些人的议题 大家在批判的时候 有一些牧师选择 把立场表明 所以就得到很严厉的批判 那我也表明一点点 也受到批判 后来就一定把头说起来 因为我不想被砍头 所以你会发现 我都变成 可是 到快要公投的时候 就有一个神学生 他是我的学生 就跑来跟我说 难道你不能讲那些话吗 我就很挣扎 因为我知道 这个一讲出来 赶快被砍头 后来我讲 可是我没有全部讲 我保留的讲 所以我一讲出来 真的就有人 刀子就死出来 可能我懂得快跑到现在还活着 其实 任何正义的议题 只要你有立场 就会被对方把你魔鬼化 就都放不掉 这一次公主看得很清楚 互相把对方魔鬼化 这是批判 那不要怕批判 因为亚伯拉罕 他就是面临批判 没有立场的人 不会被批判 我说这是受鼻鼓 对不对 有时候当老鼠 有时候当女 在两边逃 这个不是 是没有立场 没有原则 亚伯拉罕 除了愿意安德国 愿意创新探索 他还有愿意 可以表明他的立场 然后他如果 勇敢的回应三个挑战 他就可以感恩的领受三种祝福 记得三种祝福就是 对别人产生默化熏陶 然后因为他的表现 赢得人家称好 所以产生默化熏陶 而且他成为魔幻 他也成为管道 他有两个方法来影响力 这个是我从《创世纪》12章1节到3节 所学到的 好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 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 我们再祷告 谢谢主 带我们进入新的年度 过去一年不管好坏 我们都平安度过 我们面临新的一年 我们知道有很多不确定性 我们不晓得 中国跟台湾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美国跟中国会怎么样 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自己的健康会怎么样 或是我们的家庭 或是我们的工作 但是我们相信 神你还是我们的神 你会带领我们的手 继续往前走 只要我们愿意学习亚伯拉的榜样 愿意信靠顺服 愿意成为祝福 相信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 谢谢主 用今天晚上的时间 感谢祷告 我们可耶稣祈福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